因为这种暗示非常地明确 我觉得如果引起我注意的话 我觉得是F 因为我是男生 我不太了解女生的方法 能让我注意到的是B 喜好 因为我会觉得比如说 假设第一次见面 接触了一下 然后第二次再见的时候 他可能会记得 你喝什么样口味的咖啡 然后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 他一定会引起到我的注意 好 这个分析也是对的 好 两队请写下答案 来选第一感觉吧 好 选哪个 身体接触 F F 我选B 听小童的吧 好 听小童的 听小童的 听哥哥的 不 小童 相信一下自己 F 这题选择人数更多的是 C 好难啊这道题 C 呼冷呼热的脸是 什么意思 欲擒故纵 这太差了 就激起男生的一个 胜负欲和好奇心 这不是以前的故事吗 怎么现在的人还在玩 选C的姐妹们我只能说 一旦吵架 你们就默默流泪吧 最后一题 请看题 情侣分手时 大多数人会采用哪种方式 来说出分手 A 电话说 B 微信留言 C 当面约出来说清楚 D 冷战等对方说 最后一个是 找朋友转达 找朋友转达这太损了 这太损了 你会找朋友转达 不是 我是觉得这个 是什么人会干这种事 D B D 冷战 微信说 微信说 我觉得应该是C吧 我觉得是C 当面说吧这得 当面吧 必须得当面 而且我觉得选D的 有点太 太渣了 对 太渣了 先冷战 我先不理你 然后我打电话过去 为什么你这三年来不理我 成哥选哪个 E 找朋友转达 您是怎么想的呢 另一方 有可能脾气非常火爆 当面说分手 可能把打个半分 那打电话也可以 打电话 他摔电话 发微信呢 发微信 他一顿骂 冷战呢 冷战我不敢 所以只能害朋友 对 那他送我朋友一顿 不就泄了气了吗 小彤 你刚不是想知道 选逸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哥就是这种人 贝比觉得是哪个 微信留言 先发个微信 对方电话打进来 然后咱们见面管吧 先发个微信 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好